欢迎来到我们的香港简报国语版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杨俊 首先我们来看看震撼香港司法界的消息 要为英国法官因为对香港政治局势的担忧 辞去香港终审法院的职务 这一举动引发了外界对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的关注 接住让我们转向体育新闻 南韩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 以7-0大胜新加坡 孙兴敏在比赛中没开二度 为球队奠定了胜局 这场比赛也让南韩成功晋级 最后我们来看看香港与马来西亚之间的贸易动态 香港计划在吉隆坡开设贸易办事处 并且有望开通更多航线 进一步加强两地的经济联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电讯报报道 两位前英国最高法院法官 因担忧中国对香港人权的打压 辞去了香港最高法院的职位 苏姆普森勋爵和克林斯勋爵 本周从香港终审法院辞职 这正值北京通过有争议的国家安全法 加强对香港的控制 上个月 14名民主活动人士因颠覆罪被递罪 引发了对于自由侵蚀的再次抨击 克林斯勋爵表示 他辞职是因为香港的政治局势 但他仍对法院及其成员的完全独立性 充满信心 苏姆普森勋爵则表示 他将在适当时后发表声明 这两人的离职将增加对英国法官在香港角色的审视 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来 英国最资深的法官一直在香港审理涉及民事和政治自由的案件 然而随着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 他们的角色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上月香港自由基金会委员会指出 澳大利亚 英国和加拿大的法官在香港终审法院的任职 使他们的声望被北京破坏和利用 这次辞职跟随了2022年李德勋爵和霍奇勋爵的类似行动 当时李德勋爵表示 香港的最高法院法官风险于支持一个 已经偏离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价值的政府 环球邮报报道 两位英国法官于周四辞去了香港最高法院的职位 这距离14位知名民主活动人士因颠覆罪被定罪几亿州 香港司法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两位著名的英国法官劳伦斯克林斯和强纳森苏姆普森 已经提交了各自的辞呈 他们一直在中省法院担任非常任法官 克林斯向金融时报表示 他因香港的政治局势辞职 但他仍对法院及其成员的完全独立性充满信心 苏姆普森向路透社确认辞职 并表示将在下周发表声明 这些辞职增加了英国法官在香港最高法院的连续数年来 因中国实施的国家安全法而终止的联系 李德勋爵于2022年辞职时表示 他无法继续在香港任职 而不显得支持一个已经偏离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价值的政府 英国表示 国家安全法用来打击意见和自由 许多城市的民主活动家被逮捕 拘留或被迫流亡 民间社会团体被关闭 被迫停业 掌周十四名民主活动家在一场标志性的颠覆审判中被判有罪 批评者认为这进一步削弱了城市的法治和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声誉 中国和香港当局表示 该法律是必要的 并带来了稳定 电讯报报导 一位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九十岁学者 可能成为威斯敏斯特公爵家族头衔的旧金 这个头衔最早于1831年在威廉四世的加冕典礼上授予他的祖先 公爵将于周五在切斯特大教堂与未婚妻奥利维亚亨森结婚 这被称为年度社会婚礼 如果新婚夫妇没有儿子 历史悠久的威斯敏斯特公爵头衔将随他而终 然而他的副头衔威斯米斯特侯爵将通过他的第四代表亲一次移除了威顿伯爵继承 第八代伯爵和甲定继承人也因婚姻关系与亨森女士有远亲关系 与亨森女士有远亲关系 作为他的既第一代表亲两次移除 这位依顿教育的学者更常被称为弗朗西斯·埃伯里 居住在墨尔本 在那里他定居于从事金融行业的职业 这使他从伦敦到香港 他在墨尔本大学获得了哲学艺术博士学位 并在那里教学直到2017年担任城市维多利亚歌剧院的董事 威顿伯爵拒绝就继承威斯敏斯特侯爵头衔的可能性发表评论 并似乎不知道他与亨森女士的家族联系 历史学家迈克尔·里德指出 几个世纪以来英国贵族甚至包括皇室经常互相通婚 修和奥利维亚似乎证明了蓝血婚姻仍在继续 美联社报导两位英国法官辞去香港最高法院的职务 加深了外界对香港法治在北京强加的国安法下的担忧 香港司法机构在声明中表示 Jonathan Sunchen和Lawrence Collins 大两位非常任海外法官已向香港特首提交辞呈 但为提供进一步细节 Colin造出美联社他辞职是因为香港的政治局势 但他仍对法院及其成员的完全独立性充满信心 桑成晨则表示 他将在下周发表声明 香港中省法院自一九九七年回归中国后 一直有来自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非常任海外法官任职 以帮助维护法治提供专业知识并安抚商业和金融市场 然而随着2020年国安法的实施 许多民主活动人士被逮捕 这些辞职事件反映了对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性的信心问题 《独立报》报道 两位英国法官辞去香港最高法院职务 原因是香港的亲中镇压行动 Lord Jonathan Sonshan mallor Lawrence Collins 辞职后 Cullen走前 损练是他辞职是因为香港的政治局势 但他仍对法院及其成员的完全独立性 充满悸心 自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国以来 英国法官一直在香港中省法院担任非常任法官 以帮助维护法治并提供专业知识 然而自二零一九年大规模民主抗疫活动以来 超过1800名政治犯被拘留 随着2020年国安法的通过 镇压进步扩大 人权组织批评西方法官继续在香港最高法院任职 认为这会给予北京控制的司法系统合法性 2020年英国最高法院的两位现任法官也辞去了香港中省法院的职务 认为继续任职会被视为支持清北京的政府 美联社报道 孙星敏在亚洲世界杯预选赛中没开二度 帮助韩国以7-0大胜新加坡 近期2026年世界杯亚洲区最终预选赛 韩国目前以13分位居西组棒手 中国以8分位居第2 泰国则以5分位居第3 还有一轮比赛要进行 中国将在最后一场比赛中对阵韩国 而泰国则在曼谷主场迎战新加坡 若中国输球 泰国有望通过胜利晋级 比赛中 李刚仁在第9分钟为韩国打开僵局 随后朱敏奎再下一场 下半场孙星敏没开二度 李刚仁再入一球 裴聚浩和黄启燦也各有进球 中国队在盛阳以1-1占平泰国 白赫拉木阿布杜外利在比赛结束前 11分钟扳平比分 其他已经晋级的球队包括澳大利亚 日本和伊拉克 这些球队在预选赛中保持全胜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政府猛烈抨击美国政治家亚当西夫呼吁对香港官员进行制裁 称其为抹黑和诽谤本地国安立法 西夫在两天前提出了第1277号中医院决议 针对今年3月通过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香港政府强调 无论制裁威胁如何 将坚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 并称这些行为是用自由的名义掩盖其卑鄙的政治动机 粗暴干涉香港事务 政府还指出香港的国安法律框架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只有那些试图入侵和入侵和入侵和日清港的国安努力 西夫的决议呼吁美国总统拜登对那些利用基本法第23条立法或其他法律法或其他法律权限 来破坏香港基本权力和自由的官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制裁 并呼吁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也采取行动支持香港人 南华早报报道 两名英国法官辞去香港终审法院的职务 其中一位法官 拉欧伦斯·克林斯表示 辞职是因为香港的政治局势 这一消息在法律界引起了震动 另一位法官乔纳森·桑普森表示将在下周发表声明 香港司法机构确认这两位非常任法官 已向行政长官提交辞呈 并表示首席大法官将很快发表声明 政府消息人士形容这些辞职是不幸的事件 并指出这些外籍法官被夹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中 香港是中国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 根据基本法允许从其他地方招聘法官 这一传统被视为对香港法治信心的指标 自2020年北京颁布国安法以来 已有多位外籍非常任法官辞职 最近的一位是澳大利亚法官安东尼·格里森 他因年龄原因辞职 现任的八位外籍非常任法官中 有三位来自英国 四位来自澳大利亚 一位来自加拿大 他们的年龄介于七十一至九十岁之间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足球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 以二到四负于一了 但两位星星的首次亮相让人眼前一亮 临时主教练沃尔夫冈录一色的首场比赛中 马西韦在15分钟内巧妙地与船中打入球门 这是他在国家队的首次亮相 安东尼平脱在下半场替换马西韦两分钟后 就第一射破门 然而伊朗的塔雷米在比赛中两球 其中一次点球引发了争议 因为叶洪辉似乎合法地在禁区内抢断了塔雷米 塔雷米随后完成了帽子戏法 并在中场休息后11分钟内再次破门 拼破的进球让香港队燃起了希望 但伊朗的阿兹蒙在比赛还剩25分钟时打入第四球 彻底终结了比赛 尽管如此 香港队在这场比赛中展现了顽强的拼搏精神 尤其是在谭俊乐抢冠并助攻马西韦进球后 球队的表现令人振奋 这场比赛将被记住 不仅因为路易瑟的首次亮相 还因为两位新星的诞生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抗议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的部分影 就饼片仍然在本地无法观看 尽管美国国会议员呼吁解除这些限制 法律专家指出YouTube遍临实际困难 难以满足这些要求 制作团队的Kzomsky表示 这首歌再次被纽约的发行商这首歌借助无故从音乐平台上移除 此前苏格兰的Amyobank经高昂的法律成本决定停止发行这首歌 Kzomsky在Instagram上抨击这些行动侵犯了基本人权 并对西方民主原则构成严重威胁 美国国会行政委员会敦促YouTube 和其母公司各够恢复英法院禁令而移除的32个视频 禁令禁止以特定目的传播这首歌 但对学术和新闻用途有豁免 YouTube表示正在研究上诉选项 单位明确表示会停止在香港限制这些视频的观看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杨爱文指出 由媒体服务无法根据用户的具体用途来禁用访问 必须采取最实际的方式来遵守法院命令 政府必须与平台保持对话 防止这首歌从外部传入香港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国有背景的开发商 保利地产在5月份的销售额下降了近五分之一 显示北京拯救房地产市场的措施效果不一 保利地产报告称5月份销售额为46亿元人民币 比4月份的56亿元下降了约18% 今年前五个月保利地产的销售总额约为210亿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7% 相比之下 中国万科和碧桂园的销售额在5月份有所增加 均比4月份增长了约11% 北京的救市措施包括3000千亿元在贷款设施 和降低抵押贷款率 独立股权分析师谢明光指出 救市措施的全面影响需要时间 但也有一些积极发展 中国万科偿还了一笔6亿美元的中期票据 碧桂园也获得了延期清算请求 这些进展显示了中央政府重建房地产市场信心的决心 碧桂园还计划出售其在常兴存储技术公司的股份 以筹集资金来重组债务 南华早报报道香港 正与马来西亚加强联系 并计划在吉隆坡设立贸易办事处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中马建交50周年招待会上表示 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在吉隆坡的设立正在与马来西亚外交部合作 预计很快就能实现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透露正在与香港航空洽谈扩展航线 导扩飞往奥斯卡得主杨子琼的家乡以保 陆兆福还推广马来西亚作为东盟的战略门户 与香港类似马来西亚也恢复了政治稳定 李家超强调香港在一国两制下 是一代一路经济体的重要联系者和增值者 香港去年是马来西亚第九大商品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 香港申请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而CP预计今年内会获得批准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的国泰航空将于10月28日开始直飞沙特阿拉伯首都比亚德的航班 此局旨在增进与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间的连接 贸易和文化交流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黎世雄在尖沙举半岛酒店的签约仪式上表示 这是香港与沙特阿拉伯航空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并指出这将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收入的地位 国泰航空将使用空中巴士350到900机型 美洲提供三次往返于香港和利亚德的航班 尽管广州和深圳已经提供直飞沙特的航班 但国泰航空的这一新举措 将进步加强两地之间的航空连接 推动旅游贸易等多方面的合作 沙特阿拉伯驻香港总领事汉马德领事 汉马捷布林表示 这条航线是与改善两地关系 加强经济旅游和文化联系的关键一步 沙航空连接计划的首席执行官马基德汉则认为 国泰的新航班将推动香港成为沙特阿拉伯的重要客源市场 助力该国实现到2030年每年吸引5000万中国游客的目标 同样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未来预计 第二季度的汽车销量将创下新高 预计交付量达到540000至56000辆 较上一季度增长79.7%至86% 3%将打破去年第三季度创下的55432辆的记录 尽管未来在今年前三个月的净亏损为51 8亿元人民币较上一季度缩小了3.4% 但这一表现仍低于分析师预期 为了提振销量未来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措施 包括免除租用可更换电池的车主12个月的租金 未来还推出了新的大众市场品牌 Aufo其首款车型60运动型多用图车的起价为21 99万元人民币比特斯拉上海生产的马鲁外便宜3万人 未来计划在9月开始大规模生产和交付 定预计该品牌的月交付量达到2万辆时将对公司盈利做出积极贡献 未来联合创始人兼CEO宇宾表示 随助Aufo加入品牌阵容 未来将扩展至更广泛的大株市场 并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增长 BYD在2月率先发起价格战将几乎所有车型的价格 价调5%至5%至20% 自此以来50款不同品牌的车型价格平均下降了10%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信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 briefing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